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买进的平等是持续维持的 今天大立光的股价是上涨55块来到1800整 涨幅是3.15% 那另外台积电也是大家所关注的 外资维持台积电买进平等 四家调降目标价 一家是小幅调升 这等一下阿文是会详细跟我们来讲一下台积电的一个法说 他的看法 以及台积电在法说之后 这个昨天晚上今天清晨 ADR曾经一度飙涨9% 这个反映了这个财测 跟他第三季的财报的 这个优于预期的情况 那另外呢 美国的禁令 占台积电营收只有0.4% 所以也未如一般人所担忧的这么严重 所以释出了一些不错的讯息 使得台积电的股价 今天收盘是引领大盘上涨 涨了17块之多 来到412块重新又回到了400之上 今天涨幅有4.3% 也超越大盘今天2.48%的一个涨幅了 不过呢 昨天晚上 这个今天清晨ADR一度大涨9% 收盘涨4% 其实基本上看起来也没有什么那么够力 因为昨天晚上ADR其实从9%也压回到 只有45%的一个涨幅了 显示呢 大涨上去之后台积电股价还是有卖压 好 这个基本面大师连钱文连老师在我们节目现场 阿文师你好 好 莫豪兄好 各位同志朋友大家好 好 那我们同样有YT的直播 听众朋友如果您要看直播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 因为主要今天阿文师有带来一些图表 看直播我们看图表也会比较清楚 不过如果说各位是听广播也没关系 我们会一样帮听众朋友做完整的传达 阿文师怎么看CPI CPI公布美股大跌之后出现一个今天大逆转 居然出现一个下2%上2%的行情 9月的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 月比的增幅 还有核心CPI的月比增幅都超出市场预期吗 对CPI还是真的很大的问题 大家看一下CPI 你会发现就是说现在占14%的这个食品的东西还在涨价 那本来我们以为黄小玉价格都在跌 理论上它应该是慢慢下跌 但是它的趋势告诉我们就是说食品的价位还是在涨 那食品占比重多少14% 14% 那这个比重还蛮高的 那另外一个是房屋的市场还有房租 这两个合在一起 你看那个房屋房租它占32% 那我们每个月都有去注意新屋销售 或者是所谓的存屋销售 那也会看它的一个所谓的房价的中间平均值 其实新屋跟存屋都在跌 都在跌理论上应该是这个房租房屋这个32%应该下跌 但是它趋势还是在涨 它年增还是有6.6% 它的趋势还是液增 那奇怪已经连跌了三四个月 怎么这个房屋租金的部分 那还是年增6.6% 而且趋势还是继续往上 那这两个合起来 大概就已经32%跟14%就已经46% 快一半 对 那最下面有个医疗服务的部分 医疗服务占7% 那你可以发现它上涨很陡 它上涨很陡 医疗7%它的趋势上的很陡 它年增大概6.5% 其实8月份是年增5.6% 7月份的话是年增3.1% 那现在是年增6.3% 而且它趋势往上 它占7% 14%加32% 再加7% 那就53% 那53%的这个比重 它还是往上 所以变成说这个CBI 现在看起来好像似乎还在高档 那当然有些是下跌 比如说人员的部分 人员那个斗角下跌 包括汽油或是这个下跌 但是电力还是在高档 那因为所谓的人员占7% 但是汽油只有3% 电力3% 等于是说只有3%在涨 另外3%还在高档 所以变成这3%贡献也不大 我们看到人员的价格 从100多块跌到85块 应该是人员价格跌 也有助所谓的这个CBI下跌 但现在目前看起来 只有汽油跌 但电力还是高档 另外一个是新车 二手车 一个4%一个2% 这个是6% 下跌幅度很大 但是问题它6% 它连医疗服务都没办法 达到这个标准 所以现在CBI还有一个大问题 就是占14%的食品 占30%的房屋租金 还有占7%的医疗服务 它是往上 还是在高档 那这样的话变成这个CBI 还是仍然狂音 还是在空中叫 变成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它还是随时的去影响整个大盘 那第二个重点是 因为这个中美这个管制的东西 虽然有时候会对台湾好 但是问题就是说 整体的架构它还是不好 今天当然我们可以发现 精锐其有涨停满 是因为美国会对大陆的 所谓的监视整个系统 来做一个管制 因为这个监视系统的话 有时候可能会 会装一些所谓的 决定的东西 一大堆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那原则上就是 这个有这个管制 那管制其实整体是不好 但对个别股会有转单 就精锐跟其有比较好 那刚才又讲了说 要对华为跟中兴全面封杀 那这个就也是很大的一个影响 当然会有转单台湾的白牌 可能智邦就有利 但是无论如何就是 这一次所谓的对 大陆的一个出口管制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停止 它好像还是持续在 硬作之中 那这个对整个大盘 其实还是一个冲击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整体的一个架构 目前也就是说 对整个盘是一个负面的影响 它还是始终存在的 好 那刚才谈到了这个 美国对中国大陆的出口经历 我们先谢谢BC的斗内 这个你有贪心 我们很高兴 大家这个一起欢乐一下 好 那请教阿文师 因为这次我们可以看到 IP股真的是跌很重了 世新KY创意这么好的公司 居然是接连跌停板 今天大盘大涨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两档股票 收盘又是不敌这个卖压 又往下压 这个收出了一个 很难看的一根K棒 这个真的有这么大的影响吗 世新KY跟创意 经历科这些IP股 先前都是这个大盘逆势 抗跌 而且呢 今年一直呈现多方态势的个股 那怎么会连最强的股票 都被打成这个样子 对我想就就我个人的看法 我是觉得说有点误杀 怎么说 其实台积电明年的营收预估 有8%有18% 那大概是10%平均值 那去年的话 在上次法说预估 明年比今年是成长11% 所以它只降1% 那只降1%的话 大家会说 怎么只降1% 不是这个 对所谓的大陆HPC管制 那影响不是很大 有些人会出估啦 就说台积电现在的HPC 大概43% 这次法说是讲39% 那它对大陆的出口的话 在那里营收大概10% 甚至到15% 那这样换算应该也会影响 所谓的台积电5到8%的一个 所谓的营收 但是刚才所讲就是说 它在法说会提供一个概念 大家从法说会的概念的话 大概可以看得出来 大概只有0.4% 没有想象的这个所谓的5到8%的这个水准 所以为什么说台积电明年的营收 平均值 刮虎那个就是明年营收的一个成长的幅度 有14%有12%有8%有多少 比较低的是美银证券 那5% 那平均值大概是10% 所以它只降1% 那只降1%的话 就表示对所谓的这个出口管制 HPC这一块应该影响不大 因为它主要内容所讲是说其实对所谓的能工智慧 或者是像所谓的这一个比较超级电脑那种所谓的高级机密 那一般会的晶片或者是像这一种比较平常这个PC在用的 这一种的所谓的HPC的一些东西 这个其实影响不是那么大 那我们回过来刚才这个问题就是创意 其实创意它大陆的成长是靠什么 是靠互联网 互联网的产品 是委托设计NRE的部分 另外一个是固态硬碟 尤其固态硬碟今年使用量很大 它在这两方面是在大陆成长最快 那其实它的HPC客户 因为大陆的HPC客户 大概主要是阿里巴巴 或者是腾讯 或者是百度 它比较没有接到这个 它主要是在日本的客户跟美国的客户 那世新在大陆主要还是在CPU 就飞腾 飞腾站它比例很重 那飞腾主要是在CPU 所以CPU的话跟HPC那种高音算 其实还有一大的距离 因为HPC那种用的话 主要是人工智慧 像我们之前讲的FPC PG AR 或者是像所谓的这种晶片的部分 GPU那种晶片 那传统的PC的CPU 飞腾这一种的 大概世新是这一种 那世新的AI客户在哪里 世新的AI客户主要是亚马逊 Google 或者是所谓的这个Meta Facebook这些 那主要是美国客户 这也不用担心 那理论上这些的话 其实但是市场就是这样 一听到HPC管制 那先杀再讲 那目前你会发现 就是说股票在下跌 那完全没有支撑 有时候以前像这个创意 如果跌停挂一千多张 那瞬间大概五六分钟 马上就打开 现在你可以发现 经过四个半小时 还是打不开 就是人气低迷的状况的话 目前的状况 有一点 爱莫大意心思那种感觉 因为大家现在还搞不清楚状况 就整个透明度不高的情况之下 很多人可能先砍再说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下回到节目现场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这个美国ADR台积电 一度大涨9% 但中场也只有回涨到4-5% 可见这个拉上去 确实是有卖压 那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台积电的股价 这个反映ADR的涨幅 今天涨了4.3% 涨17块 来到412块收 重新回到400之上 是没有错了 但是离今年的688的高点 真的还是差了非常的多 那今天盘中的高点 有到过416 也就是说离高点 有差4块1%左右的一个幅度 那是不是也告诉我们 台积电拉上去 也是有卖压呢 那这个就要继续来请教阿文师 就是说台积电 这次法说释出的一个讯息不错 那后市怎么看 预估明年的大概成长 15到20%的一个洞能够吗 一般来讲 我们这样讲就是说 在上次的法售会 台积电本来他的获利是 估35块 后来调购到37块 变成他就多2块钱 如果本利比15倍来换算 可能涨30块 其实上次法售会完 他是涨大概35到40块左右 也就反映这个东西 那这次法售会 本来一估是37块 但法售会完大概估是39块 平均的话 我们刚才有一张图的话 大概平均2022年 大概是39块 那39块又多2块钱 多2块钱如果15倍的话 应该也有30块的机会 所以昨天的法售会如果环境没有那么差 理论上他跟上次一样 他应该有上涨30块的一个机会 那你可以发现第四季 第三季他毛利率60.4 结果法售会完了之后 第四季的毛利率估到多少 估到61.1 估到61.1B 第三季的60.4更高 所以第四季的获利还是比较好一点 那当然这个东西是看现在 那大家重点的话是在看明年 明年你看大家估的话有38块 有39块 那大概原则上美国银行这个估的话 35块是最低 这个差异性在哪里 差异性在3奈米的直救 3奈米的直救 在今年的话大概4000多亿 这个美银估明年的话是7900亿 这一差的话3千几亿你知道吗 然后这个大蘑菇是6000多亿 那也是增加2000多亿 那变成说这两个的差异的话 会使得这个获利就差很多 所以为什么大蘑菇39块 然后美银估35块 其实一个菇 这个折救7000多亿 一个菇折救6200亿 两个差了1700亿左右 差差距是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差距我们解释一下 就是说如果明年的3奈米 能够有6%的营收 那营收进来 那个折救的费用就会减少 但如果明年3奈米 跟今年一样没人用的话 那可能它的折救会增加 但实际上 因为今年的3奈米是24成 所以良力不高 明年它改成可能是18成 少了6成 那良力很高 因为最近的话3奈米整个良力很高 所以我觉得明年用6%来换算的话 其实机会很大 所以明年的获利的话 大概就38块39块 但是本来本来就是预估明年 大概38块39块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明年的这个水准 贡献短期的获利不是很高 但是我是觉得大概就是多 0.5到1块钱左右 那至少可能也会贡献 7、8块钱 甚至到10块 所以昨天的法说理论上应该是贡献的话 这个股价依照我们以前的推估的话 应该涨个30块到40块 可能到440左右 这个机会的话 上次的压力区的机会是很高 那明年的这个营收大概是一成 那本来预估是11% 一成 没有想象下跌那么多 因为过去一般有很多人估 大概2%3%而已 那现在还有11%就是 最近的很多的利空 其实对台积电来讲 发现就说好像似乎 好像这个不坏金刚之身 对他的冲击好像不是想象那么大 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说 其实昨天台积电的法售位 其实对股价的止跌 其实是有帮助的 那会不会再破底呢 当然这个跟国际运数还是有关系 因为我们刚才讲 因为现在股票跌 也不是因为台积电基本面多坏啦 虽然消息很多都不好 但重点真的是CPI狂硬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会不会存在 继续存在 还是继续存在 所以变成说这个还是随时是一个不定时的炸弹 影响到电子股的反弹 所以变成说电子股在操作 不要像以前大波段操作啦 一定要有一个区间 比如说赚个10% 赚个8% 9% 是一个停损 停利 这样可能会比较好 以前的话就是 我就报老 报老赚个四五十块 结果又回二三十块 那只赚一点点 所以变成说 未来的操作 一定要相信操作 要延持停利点 那因为未来的一个变数还是太多 好 今年没有所谓的长波段操作的空间 不管什么股票 大概都是这样子 有赚要跑 这个安文是给大家的中顾 另外大力光 这个3008大力光 法说会之后 亚细外资还蛮抗好 他目标价拉2000块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大力光今天现行确实不好 是一个黑K带上影线 今天早盘的时候 大力光 夹着法说跟这个夜盘 起过大涨的气势 今天是直接开盘之后 冲高到最高来到过1880块 但收盘只收在1800块振 也就是说少掉了80块之多 这个少掉的幅度非常的大 比如说今天收盘只有涨3% 早盘的时候曾经涨到7% 这个差距很大 请教安文是大力光怎么看呢 对大力光一开始公布 第三季朝报表 真的是让人非常的雀跃 因为赚61块 他平常就赚30几块的水准 赚61块太惊人了 但有时候你把它扣掉灰堆收益 他本业只赚30块 本来预估第三季要赚37块 那就不如意及 本来毛利预估55.8 那出来大概53.4 那还是不如意及 所以变成说 其实昨天的法说会理论上 本业不如意及 应该股价还是会有一个压抑 但是为什么说 其实评价还不错 因为有时候股票是往前看 第一个重点是 苹果的手机到底卖的情况怎么样 这个才是关键 他第四季的营收估计 既成长8% 比原来一估好 本来还以为第四季 开始就要下滑 因为大会认为iPhone卖的不好 结果他也有既成长8% 那就表示说 其实iPhone卖的 没有想象好 但是他中规中矩 他也没有衰退到哪边去 所以变成他的第四季 比例战器成长8% 市场就会觉得很开心 就说iPhone的手机卖的还不错 那明年本来之前 大家对大力光明年的情况 都看得很悲观 觉得Android手机也不行啊 然后到了明年上半年 这个所谓的苹果的 所谓的这个手机也进入淡季 它应该会很烂 但是一般预估明年的营收 都衰退5% 结果 这四家捐商从野村 从海通 大摩到小摩 几乎预估都是成长8% 第四季比单季成长8% 明年全能度比今年成长8% 那本来预估是-5 那这样来回就差13% 那就表示说 市场对大力光反而是 明年的情况是看好的 所以目标价其实都有1700或是2000块 这个水准没有调降很多 过去的话水准是每次一公布的话都调降很多 它是中规中矩哦 所以我觉得大力光的情况是比疫情好很多 他昨天讲了一些重点就是说 明年有很多开始进来 这个进来的话就是过去这几年没有升级 有些人说有啊 iPhone不是从一千两百万花束升级到四千八百万花束 因为一千两百万花束太弱了啦 市场已经一花束 你还在一千两百万花束 所以那个成长其实有限 他现在他昨天讲的意思说 那个可变的 就这个变焦距的话 也开始出来 可变焦距说人的瞳孔 到了光线亮的时候它会收小 那人的瞳孔如果变成很暗的时候它放大 那这样的话 它会随着这个环境的影像的光线的大小 做适当的调整 这个可变的这个所谓的光圈 出来了 这个单价比原来高很多 而且他认为就是说 现在sample了很多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 所谓的这个情况式镜头 情况式镜头是变焦说 你五十倍远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好像就在眼前 这个情况式镜头主要是做变焦的 它一个单价是十五块钱美金 它现在卖镜头只能卖三块钱 这个营收就会暴增 他说明年iPhone15还是有可能会用 情况式镜头 一用的话那就很惊人 那量就很大 这两个合起来 还有8P的 从7P升级到8P 只能讲的意思是说 这些用的人越来越多 就明年镜头的升级就会比较多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明年的获利本来大家都看一百二十几块 他就把它调高到一百四左右 那等于就是说 其实明年的获利益估 经过这次法售会 大概都有调十块钱左右 那这样对它股价也有一点帮助 所以我觉得台积电跟大力公主电法售会 其实不错啦 但是台股现在的情况就是 人气的话就是很虚弱啦 那人气的虚弱是建立在哪里 建立在美国股价跌跌不修 所以这个才是最重要关键的因素 好 那ABF是不是 今天三雄都涨停满 是不是最强的指标呢 对 但是ABF它供过于酒 去年的话是不足15% 所以那时候很强 但是未来这一两年都是供过于酒 所以我觉得ABF宅板还是要区间操作 好 谢谢阿文斯 谢谢 我记得拍摄 观看 我们下回了 观看 观看 这次是 有点点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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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点凭